一分钟打广告 开始 现在要介绍两本新教育的绘本 乳房的故事是说一位小女生 她看到一位母亲在亲为自己的宝宝母乳 她就问回自己的妈妈 小时候她有没有吃过母乳啊 妈妈有回答她 小时候她有吃过母乳 而且也告诉她母乳是怎么来的 小时候她是怎么吃妈妈的母乳的 小女生呢在听着听着 也感受到妈妈给予她的爱 另外一本小鸡鸡的故事是说 男生的身体跟女生身体 构造上的不同 然后让孩子知道彼此的不同 怎样去了解 然后做出互相的尊重 她有提到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如果那陌生人一些动作给自己 感觉不舒服 或者觉得有危险的时候 她应该怎么做 这两本书呢 我介绍给大人念给一年级 或者学前班的孩子 二到六年级的同学 已经可以独立阅读了 一分钟打广告 结束 我们下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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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